最近这几年以来 2012是世界末日的说法甚嚣尘上 到底世界末日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当然我们认为这可能是起人忧天 不过对于世界末日这个议题 大家实在太好奇了 现在有台湾的动画艺术家 透过了电玩的绘图 动画跟雕塑的涂鸦 第一次以末日作为主题 表现出了世界末日的光怪陆离 新闻不落网 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台北当代艺术馆 面对世界末日 不妨拍张相片说几句遗言 时间的回廊从2012到2013年之间 分分秒秒倒数着生命的气息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的末日大展 13位艺术家透过图像多媒材 诉说他们的末日意象 苏博维的电力混乱 太阳风暴 和原子爆炸是末日为美 萧敏昭让你玩玩 超大电动 地狱之火随时吞噬 王宗欣的病毒城市 以走秀形式汇出末日灾变后的九种人类 彭文昌用原子笔手绘末日的脸庞和肢体 内心纠缠 肢体绷解 末日时分台湾海岸上空起了变化 国际大都会也都有一次元生命入侵 走过命的通道 看到末日涂鸦 原子大方块和挪亚方舟的变形雕塑 而末日残存的人体 在一步步动画前 无言诉说末日的灾变 这一切都深具震撼力